回到新聞時間 今年十大傑青選舉結果出路 一共有七個人當選 包括重劍女子代表江文慧 由蘇敬華報道 成為今年唯一一個女傑青 香港劍候江文慧 感謝香港人的支持 這次奧運令我認識到 世界上最好的香港觀眾 很感謝你們的加油鼓勵 讚賞和諒解 令我們運動員很感動 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對自己 和對身邊的人一樣 存力基於全力的信任 27歲的江文慧 連同另外六個人 成為今年的傑出青年 包括金記冰室的老闆 渡苗學會主席徐文慧 人人都說起跑線 我自己覺得起跑線在哪裡無所謂 因為人生就像一場馬拉松 只要在人生裡面 保持一個正面、樂觀、積極的心態 大家都可以去到自己去的地方 另外獲選的五個人 包括有份營運社區檢測中心的 商達生物科技董事長 趙彦濤 香港管營樂團駐團指揮 廖國文 國際青年商會 香港總會前會長 簡宇謙 中大醫學院助理院長張元俊 還有腫瘤科醫生林家安 十大傑青選舉 由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舉辦 由1970年到現在已經搞了49屆 雖然叫做十大 但是過去只有13屆能夠選足10個傑青 有線電視記者蘇敬華報導